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的南部战区在中缅边境 它的原话说是赴边境一线空地联合警巡 26号 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部队是赴瑞丽 镇康边境一线展开临边武装巡逻空地联合警巡 旨在检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 立体封控 联合打击能力 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咱们讲过中国和泰国那次演习实际已经模拟了 快速处理境外小规模战争 实际就是咱们讲有势力要搞乱整个中国周边 中国现在做的其实就维持中国周边的稳定 我们现在在中国 瑞丽就是中缅边境 在这个方向行动了 缅甸咱们之前介绍过 我觉得全网也就咱们再介绍 这到底发生什么 对吧 咱们说缅甸的三兄弟联盟打到了曼德勒 现在要对付的 明来其实已经不算是中央了 他控制地盘已经大幅缩小 这个时候呢 北边美国纠结的一批部队 克钦对吧 说包围了叫巴默县 准备彻底解决这个 他不光是要解决这个明来啊 他可能也要和这个三兄弟联盟这部队 汉人武装要组队 这个整个克钦帮的南部地区 可能都要化归他的所有 这个克钦攻向了437营地的时候呢 打了一个月 缅军437营驻扎有700多缅军 结果是遭重大伤300多缅军士兵被打死 其余400人左右 是活着带着伤的缅军 全部撤到巴默县固守 克钦独立军缴获了一辆装甲车 大量武器弹药 叫莫茂镇被攻克后 就是巴默县将遭克钦军的攻击了 克钦军打扫完战场 立刻就会对巴默县展开进攻 现在克钦军的现状啊 战斗不受任何限制 谁来都不好使 可见克钦军的后台非常硬 他这种攻势啊 这背后是谁的支持 当然是美国了 而作为这个现在克机军啊 各个贸易口岸 所有贸易啊 现在都在照常运行啊 就是德昂军国安军啊 大家知道 根本原因就是克钦军没有指望周边帮助 他有美国啊支持 克钦从来都是啊 自己去打硬仗 他不是向那三星联盟的联盟啊 就是克钦军啊 说打就打 然后呢 要打啊 就立刻把缅军赶走 他打的是叫独立建国口 中国能同意吗 中国绝不能同意啊 你美国人在中国周边又搞了一个独立建国的啊 克钦实际是信奉基督教的啊 克钦现在对外界指责是一律不管啊 克钦军的战力战斗力啊 还是有限 但是人家就是疯了 就是打啊 想怎么打怎么打啊 谁也管不了 缅军政府还能跟中国谈 对吧 至少中缅不会生事啊 就是明来政府再怎么着 人家也是明白的 但是克钦军可不一样啊 说这个 就现在逮着克钦帮的这个缅军基地啊 攻到底不准停战 这是他下的职业命令 不准停战不准谈判 不能签和平协议 要直到缅军赶出克钦帮为止啊 就是现在看克钦啊 现在下场啊 解放军现在必须在边境准备啊 就是随时准备接入 中国可能并不会直接接入啊 中国要接入其实啊 会给美国的把柄 我想是老挝啊 老挝泰国有可能要接入 现在据我了解泰国是确定要接入了 就只要啊 这个整个的缅甸内战 大规模爆发 然后呢 泰国这个边境受到啊 这个威胁 那么泰军可能要接入 就建立缓冲军 中国会不会建缓冲军还不知道啊 根据现在看缅来啊 也不听中国的调停了 缅军空军是再次空袭了国管農民军啊 这个 24号下午的时候啊 缅甸空军轰炸 蜡树市当阳县啊 为这个党伦村靠近啊 南邦村 这部分缅北都是汉族人啊 当时当年这个罗兴啊 罗兴汉从国外地区败退的时候啊 所带出的一部队 这个官兵退以后呢 不愿意啊 发挥国外地区生活 那就留在这了啊 国外是个深山老林啊 就是 他就在这建村啊 生活了 缅甸各族和各去的啊 这个 北部地区汉族人啊 其实都啊 都混聚的 这个你你没法分了 现在啊 他到底是汉人还是缅人 现在这个缅甸各族啊 实际现在希望就找出 别管是你是汉族还是缅族 希望找出一个有威望来当家 对吧 首先要确保什么 就是 我这个区域能先自治 不会乱 然后呢 再搞和平 但是这种机会啊 现在渺茫啊 缅军啊 克金现在就互相杀疯了 至于缅甸空军战机啊 要轰炸党伦村这样小村庄啊 如果你要从啊 这个蜡树市啊 要攻打蜡树市啊 这的话你肯定要经过这个党伦村这个村啊 换句话说他是在这个当阳县和蜡树县中间 就说缅甸空军轰炸党伦村这个国安军的据点啊 又可以对国安军形成威慑了啊 就不用去炸蜡树市啊 这个小村 有可能的炮弹都比这个村的房屋要值强啊 现在炸以后呢 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目标了啊 一大片土大土坑就就炸一坑嘛 不过缅甸空军轰炸党伦村的时候呢 伤亡啊 现在还不知道啊 就是缅甸空军啊 时不时来炸啊 现在这个区域看来国安冲军啊 也是提高警惕 你可以看啊 连这个啊 连缅甸现在缅军都有啊 这种发疯的可能性啊 另外呢 中国现在警方人员是跨境啊 应该是搜捕通缉了瓦邦电炸头目 叫陈炎板硝炎块 是叫硝炎块吧 一个炎板一个炎块啊 这个 19号瓦邦就交了9个人啊 这9人有3名啊 就是卧虎山庄事案人员 还记得吧 去年10月吧 有很多人说是这个 并不是头目啊 根据现在得到消息说 这两个头目应该就是 咱们这次跨境啊 抓捕的 就是这次 针对缅甸缅北电炸集团 整个行动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卧虎山庄案件 陈炎板和陈炎块啊 他俩呢 应该是抓了 据我了解应该是抓了 从现在公布的照片啊 这个对一下啊 反正我看着很像 这哥儿俩呢 缅北啊 电炸的一个专门挑中国人下手 然后呢 窝点是遍地开花 片树五花万门啊 金额非常大 关键是浙江省杭州市云南昆明省的警察 专门就立案逮他了 已经把他摸的差不多了啊 就是所有的这个罪行包括他们隐藏的一点 证据反正都已经在国内了 就等着把人抓回去了 全国通缉 躲不了 现在看被抓了 我觉得他们也应该是 辅法了 这两个电炸头目 就在瓦帮原来 这个鲍有祥是拒不骄人 中国现在是 过境抓人 他也不能阻止 公安部是从23年10月11日就发通缉令了 已经过10个月了 对吧 然后你现在还不抓人 那我们就直接过去抓了 这个瓦帮也装模作案发了一个通缉令 到处张贴 但就迟迟不抓人 大就是大多数现在对于瓦帮啊 这个现在看的 这个中国人还是认为他是中国 实际不能完全相信这个瓦帮啊